好 现在给我送一个百亿订单到夜市集团 记住 只跟夜白路小姐合作 好了 少爷 我这就亲自送来 还有 到了之后 不要报了我的身份 好 一切替您安排 老婆 从现在开始 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委屈 谁欺负你 就是和我们李不凡作对 我说你们家那个罪婿说完大话不会是跑了吧 这上个厕所大半天都不回来 留你们几个人在这儿丢人现眼 这个废物 真是指望不上 关键时刻 也不知道裤子白露 让这个红女小玩玩蛋 在这儿欺负她 我说你骂谁呢 说不定肚子不舒服 拉肚子的 你又替她说话 我看你俩一个德行 谁都指望不上 你又替她说话 我看你俩一个德行 谁都指望不上 行了 爸 妈 别吵了 你不烦那不是回来了吗 算她有良心 哥 还真敢回来呀 我还以为你趁机溜了呢 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个人 不像你 不是个东西 你 李不凡 你可够东西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你是活腻了 堂哥 我叫你一声堂哥是尊重你 别在这儿自讨没趣了 不凡再怎么不是 那也是我们家的事 我在公司的业绩是不如你 但是你也没必要这么 我觉得很有必要 老子开心 你开不开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飞的越高 摔的越惨 你现在有多开心 一会儿你哭的就有多惨 你现在有多开心 一会儿你哭的就有多惨 你 我给你脸了是吧 让你一句一句接着骂我 我 住手 这里可是夜市集团 林管家 你怎么有时间 来参加我们这小集团的庆典呢 这不是林市集团的管家吗 这大名鼎鼎的林市集团 怎么会来参加夜市这种小公司的庆典呢 难道叶董事长和林管家的关系不一般 这林家的人可不是谁都能请来的 就算你说的天荒乱坠 林家人照样把你给赶出去 看来这个叶董事长不一般呢 这管家办事效率还挺高 错 我不是来参加你们夜市集团的庆典的 我找叶白露 谁是叶白露 白露 你找白露有何贵干 把他叫出来 叶白露 你是怎么招惹林家的人啊 这林家的人竟然亲自上来找你算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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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露 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 不对 肯定是林不凡那个东西 在外面遭惹了 呀 这个怎么办 要不咱们躲一躲 白露 过来 我看你这下怎么办 惹到林家的人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林管家 这是白露 你找他 白露小姐 这是我们林家的百亿订单 今天我特意来找您合作 希望您能赏脸 这 百亿订单 百亿订单 凭 凭什么他叶白露签下百亿订单 为什么我不行啊 我比他能力强多了 在场的所有人 没有比我老婆更有资格 签下这百亿订单的人 哼 你就等着哭吧 百亿订单 这可是百亿订单啊 白露 你快点答应他 白露 你快点答应他 我 我 解开 爸 这百亿订单千万不能让白露给签了呀 这叶白露 他有什么能力签这个大单呀 要不 您给林管家说说 这百亿大单 交给我来签吧 我比这个叶白露强多了 林管家 白露 业务能力一般 恐怕不能胜任 全子 全子是我们集团 能力最好的 要不这个单子 交给全子对签 对对对 林管家 把这个单子交给我来签吧 我办事 绝对让您放心 警察还想抢的这笔订单 真是痴心妄想 这次就是我老婆翻身的第一掌 让我老婆受委屈 这就是你们付出代价的第一步 今天这笔订单 我只跟叶小姐签 如果叶小姐不同意的话 那很遗憾 这笔订单 将不会再签了 白露 赶快答应啊 白露 赶快答应啊 只有这次给您家 合作了这本意订单 我们业家 就更上一车楼了 爸 别 哎呦白露 你赶紧答应啊 这可是千代难逢的好机会啊 是啊姑娘 快签下领管家这本意订单 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想福了 你 你们 老婆 这临时集团可是江南首富 签下这笔订单 不然以后在公司 咱就不再看他们脸色了 快签快签 快点 好 我签 好的叶小姐 好的叶小姐 请您七日以后准备好发案 我们到公司想她 好的 我一定准时到 好的叶小姐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好的 林管家您慢走 林管家 你慢走 哼 取言服侍 这次我们白露啊 可是签下了林斯吉他呢 拜议订单 白露 妈可骄傲了 闺女 你还比你爸强多了 爸给你点个散 爸 是啊老婆 你这一次的订单 比某些人一年的都多 我不知道 某些人说过的话 还算不算 我可记得 刚才有人说 要从那个大精灵 混出去 你们看我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 说过这话了 你最好想清楚 我 可是有证据的 可是有证据的 你有什么证据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吼我 我不是下大的 你是不是下大的 我不知道 不过 听成这个就知道了 老子再说一遍又能吼着 今天夜晚路前下一单的合作 能够比我一年合作加起来都大了吧 我就滚着离开这个大厅 林不凡 什么时候还录音了 对付这种人 就得留一手 你们 林不凡 你也太卑鄙了 过奖了 和你比啊 我还稍有叙色 准备开始吧 大家都在呢 好让我们也见证一下 哎呀 今天可有好戏看了 这公司庆典还真赚到呢 你们 爸 你到时候帮我说句话呀 成事不懂 败事有余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简直把我们夜间的脸丢光了 自己也的话自己解决 好